《山西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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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山西绿世》 世界灭石大会 尤其灭石空姐 苗复李寅远 各位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好 欢迎大家收看 三七卫视首当面食文化类节目 世界面食大会 我们欢迎各位评委老师 今天我推荐的这件面食单品 它到底如何唤醒上海人的清晨 如何让上海人开启美好的一天呢 请看 上海人饮食喜色浓胃厚 油饱 糖醋 红烧 这一切可以使浓油酱汁升华的烹饪手法 都深得上海人的喜爱 因此用生抽 老抽 焖肉汁调出的红汤 正对了上海人的胃口 江浙一代的人喜欢吃甜 上海人自然也不例外 加至上海靠海 饮食以鲜为特色 煤肉口感略甜 甜而不腻 酥辣绵软 入口即化 新鲜肉类带来的香甜 配上红汤 更是让上海人欲罢不能 如今的上海 已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 饮食精细 食物的层次感很重要 甜鲜之味 不会掩盖食物本味的层次 又带着略微的高级 最能代表这个城市的气质 如此看来 煤肉面之所以能风行上海滩 红汤汤头和甜口煤肉的选择 自然功不可没 掌声欢迎 德智餐饮 董德智 欢迎 欢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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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欢迎来到我们世界面试大会 一看就自信满满地走上舞台 在自我介绍之前 我能不能问问 我特别关心这个 这是我做的面 我给你送的 这样 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来自上海德智餐饮馆 六千公司创办人董德智 人称外号 面试狂人 咱自信点 人称外号什么 面试狂人 对 面试狂人 我是那个德智的爱人 王弘历 因为我当初也是因为 喜欢吃他的面食 所以才与他结缘 姜老人 你得跟那个德智啊 一会儿下去好好交流交流 人家一碗面就把老婆取到手了 你都几十种面了 你这事也没解决 咱今儿不谈私事 那么二位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咱们一起到料理区 咱们首先先和面是不是 对 先和这个菠菜汁的面 菠菜汁的面 这焖肉是不是就上海人吃的 焖肉面呢 起源于苏州 是苏州一个非常好的面食 但是后来呢 流行于呢 京 户等地区 所以后来到了上海 上海也制作焖肉面 苏州呢 最有名的叫做 朱红星 焖面馆 这是最为有名的 新中国成立之前 它呢 就几经改良 后来形成了在苏州 非常有名的当地的名小吃 最后呢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怎么样呢 各地呢又效仿它 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 和面里面加盐和鸡精的 这个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改良后的是宽面 宽面的话呢 如果不加这些呢 就是它给汤的融合 那个咸味就不大够 所以我们这样子加了一些调料以后呢 它给汤的融合度就比较 补一下汤里的味道 对对对对 汤里面鸡精就加的少了 这个是咱们的胡萝卜汁 哦 胡萝卜汁 对对 加上胡萝卜汁呢 它这个面里边本身就含了 有这个胡萝卜的维生素C 胡萝卜素 哦 哎 我看见这面和好了 对对对 三种颜色的面 对 上海人喜欢吃什么面条的款式 比如宽的窄的 细的 粗的 上海人呢 按照传统呢 以前老上海人可能比较喜欢吃细面 因为细面呢 它比较软糯 容易消化 新一代的年轻人都比较喜欢吃 我们这个改良过的这种宽面 因为块面吃起来的感觉呢 就会比较筋道 三种颜色的面 把它冰在一起 擀成饼 待会儿呢 我们会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 对 现在是把一种面 给它揉成长条 然后这样子 像这样擀开 哦 这样就三个颜色就分明了 对对对 哦 它的面不错 其实这种面真的年轻人会喜欢 对 对 年轻人会喜欢 看上去好看呢 有意思 而且它真的这种口感啊 要比那种极致前身边的口感 肯定要好吃 筋道 对 咱接下来这道工序是做什么的 五面 五面 您看看我们这个 顾光能吃还好看 哇 好棒哦 让我想到那个自由体操 我们卖的不是面 是面加艺术 你知道吗 哎 看看 这个好 刚才那个手法还行 它这面真好吃啊 好了 辛苦了 你看看啊 这煮面我也发现了一个小门头啊 你说锅挺大 但是水不多 这是为什么 如果水多的话会把面的营养流失掉 哦 等于水越少越能保护面的营养 好的 现在我的面呢已经开始出锅了 是不是应该炒料了该 嗯 是啊 现在呢咱们炒这些像那个中草药 二十二味中草药 哎 二十二味的中草药 我们得知呢是里边它加了一个 最重要的一味药 这是 这个就是冰榔 加入这一味了以后 它会消失 又化痰 而且又可以吸色 反正对于味道和健康上都有效果 对 有减有腻 董德志打造了他独创的炖肉蜜料 二十二种调料全部为中药料 有黄桃 千里香 香果 罗汉果等等 除了除去肉的心气 体鲜 还能去除猪肉的弹心 而在这些药料中 最为特殊的便是这一味 槟榔 此槟榔为海南槟榔 渐味与寒 消除疲劳 区别于湖南槟榔 浓郁的色泽和辛辣的口感 海南槟榔味道烧淡 调和口感恰到好处 如此二十二种药料 精心搭配 相辅相成 似乎也代表着上海 这座城市一贯的味道传承 咱们炒好了以后呢 我们现在把它放在这个纱布包里 把它包起来 那纱布一兜油就滤出来了 咱们给它扎牢了 好嘞 好 现在来焯这肉是吧 现在咱们的水开了 把这个肉呢 放里边要焯一下水去一下腥味 咱们你看选的都是 随手相间的肋排肉 以前那个焖肉面一大块肉 它就肥的多瘦的少 现在用这个硬肋肉以后 它等于是肥瘦相间 相对减少了油脂的摄入 而且加入了瘦肉的香气跟口感 这个改良还是不错的 焯完了咱们的肉了 是吧 接下来咱们要进行的是哪一道工序 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把生抽放到锅里去 把这一些料包放到水里 让它发挥中草药的效果 对 现在呢咱们把这个超过水的肉放在锅里 放好了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盖子给盖上 让它先这样子煮 上海人饮食 吸制到了食物的脉象 闷肉是带骨下锅 闻火慢炖 因为提前剔除骨头 炖制中会影响肉的品相 当然是脚针刀的极致 蒙好之后的肉冷却去骨 随后将肉放入冰箱冷藏一夜 热肉不好下刀 冷却后再去切片 同样是为了品相完整 足足一大块门肉 放入煮好的面中 借着汤的热气 肉开始自自不断地吸取汤的鲜香 如此在入口时 这块肉已经完全变成了 意想不到的另一种美味 这个是咱们刚才煮好的 从冰箱拿出来的 这冰箱冻了多长时间了 冰箱冻要五个小时 你看看这加一块 这品尾应该等了十几个小时了吧 是的 饿坏了他们 让他们再等会儿 咱们就马上能吃了 好 现在师傅在切肉 确实冻过的肉 它下刀比较急着 肉也不会碎 亲爱的朋友们 通过我们几位师傅的精心制作 我们的焖肉面制作完成 谢谢 我这儿有一个叫何姓 各位评委 为你们每一个人的姓氏量身打造的 这碗焖肉面 已经上桌了 各位评委 请品尝 上海人对面的追求 已经远远超过了面食本身的意义 这碗面融入了上海人的气质 有派头 有品质 有追求 闷肉 看似厚重 但是融合了上海人的细腻 我觉得 值得回味 你看看 何老师太烹饱了 这样 何老师您吃的最多 您先说 这个肉的 酱的这个火 火候我觉得特别好 而且这个汤呢 为什么把徐老师那块肉抢过来了 因为在吃第一块肉的时候 虽然说都很好 但是略微就有点腻 所以呢 我这不是汤里边 我后来把醋倒进去了吧 然后我再尝一块 有这个姜醋的这个汁里边 再一吃 不那么腻了 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好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厨艺师傅 他体现了对面食的原料 也就是面粉的不懈追求 在他人生的几十年当中 他走遍了中华大地 一百多个县区的面粉产地 而且他把他掌握到的面粉知识 从中察觉到的面粉细微的差异 运用到他的实践当中 创造提升了由传统面食 而来的一种新的单品面食 到底是什么呢 请看 千变万化的面食世界 生活的智慧无处不在 人们对美食的极致渴求 让组成面食的最小单位 面粉也变得种类繁多 但殊不知 对面粉的深入研究 却也是一种古老的记忆传承 屈其小 就是一位管理着 数十家新鸡酒店的面粉狂人 虽然我血糖都有一点高 但是我永远爱吃我家乡的这个面条 在运城主要是生产小麦 到零碎一倍 就开始生产的就是高粱 玉胶 那么到进中以后 到京东南就成了骨子了 进西北这边 就是大同 包括五台山 这个新州 硕州 这一大片地方了 在我们中国来说 只有这块地方是缠这个油麦的 打开五罐的雷达 新走山西的东西南北 考察研究面粉的生产环境 和制作过程 寻觅藏匿在民间的面食秘密 对面粉的不懈研究 成就了面食的不断创新 而最能体现其精髓的技法 便是一款名为包皮切溜子的传统面食 有请包皮切溜子 咱们区齐晓先生 欢迎区先生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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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您岁数不小 您高瘦 七十 七十岁了 还这么精神啊 刚才我们在VCR当中看到 您走过了一百多个 咱们的面粉的产地 您觉得哪儿的面食最好呢 要是面粉 它是我家乡的 三西运程 那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是我们 在中国这个温度上来是 三十六度 它是最好的 再一个加上我们那儿的海拔 运程的海拔它是八百米 它的气候点 它的温度 所以是渐定了我们运程的 小麦的品质比较好 我明白了 当时做咱们这个 包皮切溜子用的是 咱们运程的小麦 用的是雨凉的高凉面 对对对 那我给您出一小小的难题 您面前摆了这八份 里面有四份是小麦 四份是高凉面 您能从当中挑出 您平时所使用的面粉吗 可以 您请 您可仔细分辨 您看人家这手法 就轻心这么一揉搓 我感觉到信心了 您现在已经心里有数了吧 有了 有了 能确定吧 那咱先说 山西运程的小麦 是这里头哪一份 这个 这个啊 哦 这个面 这个就是 我们运程的小麦 这有答案 我得先看一下 哎 明宇 山西运程小麦 看拍对一个看把你高兴了 这是经验 您知道吗 高兰 看这个 这是咱平时用的这个 对 我们经常用这个面 哎 您看 铝梁高粱 看见了吗 各位 我觉得 铝梁高粱 猜对了不是亮点 就您这表情 小人得志的样子 哎 看见没 看见没 我们这高兴啊 这高兴 小人得志的样子 我跟你说 我现在信心饱满啊 来吧 看一看 这道面食 怎么做 好 好 接下来 走 走 走 先传古代 有一青年女子 从近南 加到近北 因家中贫寒 饮食起居 十分拮据 一次 其长兄 专程前来看望 因为家中 亦没有白面待客 但又碍于面子 情急之下 便将粗粮 夹在白面之中 制成了三层 双色的包皮面 从此 包皮面 便在此地流传开来 制作技巧 也代代相传 流传至今 便成为了 现在的包皮切溜子 徐总 您看 这就是咱们 切溜子的这个 所有的案台了 对 您今天还带了 两位师傅 对对对 他们来操作 您就给我们 好好讲解 咱们这个包皮切溜子的 这些具体的这些事 来 让两位师傅开始 你们开始 这是四种面 对 那这四种面 感法 祸法 有什么区别吗 白面的吃水 现在比较多一些 它像这杂粮 对 它吃水就少 杂粮吃水少 吃水少 对对对 就是水上不一样 对 传统的这个包皮面 其实它最大的难度 在于哪儿啊 它里面那个高凉面啊 那个 它有个难度 它就是要掺那个白面 它的比例要恰当 如果比例不恰当 如果掺少了呢 它容易散 如果要掺多了呢 那跟外面的皮一样了 包皮切溜子 使用粗粮与细粮的巧妙结合 幻化出了独特的风味 面中有面 层次分明 在山西静中 绿粮 新州等地 适用十分普遍 首先要将玉米面 高凉面 博彩面 白面 分别擀制成皮 将白面包在最外层 里面则是各种带颜色的粗粮面 每个面条都色彩丰富 充满失忆 但不同面粉的质地 软硬都不相同 要将其做成一体 并非一事 货面是白面 需保证一斤面中加入四粮水 而高凉面 则要在0.8斤的白面中 加入0.2斤的高凉面 再加入整整四粮水 玉米面也是如此 颜色最深的菠菜面 则需要在一斤白面中 加入正好的四粮菠菜汁 不能相差一分 如此一来 四种面的软硬程度 才能巧妙结合 擀出的面条 才能整齐化一 也正是凭借这份 对面粉的钻研 才能使精湛的技艺 得以传承 您看了 现在是白面已经开始擀了 这会儿都不是最绝的地方 最绝的什么时候 四种面擀到一块 那才叫绝呢 上下两层是这个白面 这叫包皮 对 现在我们操作的是高凉面 高凉面颜色就好看点了 发红 先把它这个四种面加一块 累积是8毫米 四种面五层 对 上下两层是这个白面 对 中间是有这个 玉米面 高凉面 不层面 看见了吗 开始我们现在是五张 四种面五张 开始往一块儿擀了 现在是8毫米 马上就两毫米了 像这种粗粮细做的 还有其他的代表性的 一些个面食吗 有啊 比如 窝头给它细做了 这就是慈禧喜欢吃的 栗子面的 栗子窝头 选用什么呢 选用北京 盘克庄一罗到底的棒子面 再选用盘克庄一罗到底的 黄豆面 杭州张长风 张长玉的桂花 台湾的棉白糖 然后呢 咱们再用玉泉山 这个泉水养的这个 溜达鸡的鸡蛋 调成栗子味的 小窝头 这么小粒子面的 老温呢 对 现在等于我们已经赶制完成了 对 下面就该是这个切这面了 对 这种四层 然后再往下切 都一样宽啊 都是一到两毫米 一到两 差一倍呢 知道吗 不是啊 就是一到两毫米之间 特好看啊 你们没在现场看 特别好看 我现在最好奇的是 它最后煮出来 那个颜色怎么样 对 因为现在看到颜色不准的 看它 有的煮完了会加深 有的会变淡 大家准备期待吧 我们呢 马上就要好了 现在已经开始 炒我们的卤子了 现在我们开始放一些配料 八角 辣椒 干辣椒 这肉下锅了 这个是 这个是咱们山西的台膜 台膜 台膜它的营养价值最高 台膜呢 又叫那个天花菜 产自于呢 就是山西的五台山 它呢 就是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 营养很丰富 而且同时呢 它还具有呢 医疗的价值 降低那个 肝固醇 就快 肝硬化 它对 就这些疾病 都有保健作用 一道道香往上叠加 现在是油香 还有咱们这料香 多丰富多彩啊 哎呀 马上就要好了 哎呦 香味起来了 哎 我们的面要出锅了 好 我推荐的这款 包皮切溜子 就制作完成了 这道美味的包皮切溜子 已经摆在各位评论老师们面前 我看到了几位师傅的认真制作过程 这种坚持不懈的对面粉极致的追求 既是对食材的一种尊敬 也是对事业的一种执着 正是由于这种执着才成就了这款突破传统又营养丰富的面食 这就是面食的继执 各位老师评点几句 我原来对这道面食的期望还蛮高的 但是它整个呈现出来的状态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 我原来期望看到的是黄色 红色 绿色 白色 层次分明 那让人家一眼看能记住 就如果我们在颜色上 让这个不同颜色的层次能够更清楚地出来 那这个面会更出色 从民俗学来讲话 吃卤面 卤先要尝 卤喝透了 咱们再浇在面上呢 拌这个面吃 卤的汁味道非常好 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表示 回味无熟 要说到我推荐的这一道面食 那可是大有来头 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大地上 可以处处见到这款面食 而且呀 他的取名也是由于他的家乡而得来的 吃到这碗面 不由的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乡 他到底是什么呢 请看 我是山野 作为一名职业歌手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要辗转在各个城市 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都忘不掉我家乡的味道 山野 重庆人 在他的概念里 美食总是和家乡存在着逃不掉的关系 搭造有颜值 有味道 有故事的重庆小面 对于致爱重庆美食的山野意味深远 重庆人一天的饮食 大多从由一碗纯香热辣的小面开始的 细腻中不乏酣肠淋漓的厨房 正如这座山城 热辣豪迈 却蕴含着灵秀与神韵 这一次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在重庆小面里头 非常经典的豌豆杂酱面 一碗小面 装满了一碗家乡的情怀 这不仅是一股熟悉的味道 更是一份浓浓的相识之情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著名歌手 山野带来他的重庆小面 来 自我介绍一下先 哈喽 各位评委好 主持人好 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浩瀚 山野 著名歌手 一个歌手是怎么想起 要开一个面馆来的呢 我是重庆人 对 我就说我的家乡 大家应该能想到了 对 我自己做了一个品牌 叫筷子面 对 然后是把我 这么多年漂泊在外面 非常想念的 我从小到大天天吃的 我们重庆小面 然后把它做到这个品牌里头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面的品种叫什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面是 重庆小面里头 算是有骨道筋 我从小到大就有吃的 叫弯杂面 弯杂面 对 你看 你说的弯杂面 马上这时候反应了 行家 对 我最爱吃弯杂面 最爱吃弯杂面 最爱吃弯杂面 今天人来着了 就是啊 后两组就别吃了 就吃这组了 好吧 要多少碗上多少碗 我们逼五碗更多 不是 别说了 快点去吧 好不好 太好了 准备开始 好的 共同咱们走入咱们的操作间 哎呀 你看看 咱们来到了咱们的操作区 这个面是碱水面是不是 是 是 这个碱水面它到底好在哪儿 据说里面是加盐的是吧 是 是一定要加的 为什么这面里要加盐 利于保存 利于保存 吸收味道 其实很多人有个误解 认为加盐是为了增加筋性 其实并不是 加盐让面更滑 对 因为它能够帮助蛋白质凝固 那面的筋性是怎么来 纯粹就是揉出来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面叫 弯杂面 弯杂面 其实全称叫 豌豆杂酱面 豌豆杂酱面 所以这个很主要的 两个主料 两个配料就是豌豆和杂酱 那这个杂酱呢 里头就有 我们的调料和这个肉馅 肉馅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我们两个的厨师 那接下来第一步呢 我想让厨师给大家 先制作这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杂酱 好的 杂酱我们用的炒料 我们提前是要有底料的炒制的 绝对不是随随便便 打点花椒 辣椒 麻油 就可以上桌了 咱们经过几百年的 推销和实践 其实跟火锅底料 炒料是一样的 我们用的肉呢 大概也是要七分瘦三分肥 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编制炒出来之后 它才香 才出油 确实现在 现在已经闻到香味 对 这个出锅了 来闻一闻 太香了 我觉得咱们已经定了 这个东西里头就 辣椒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 我会跟大家介绍 我们的辣椒的制作方法 在弯杂面之中 油辣子以传奇般的态势存在着 而辣椒是油辣子的灵魂 重庆人家家都会做油辣子 但是制作的方法却不尽相同 弯杂面的油辣子 有贵州的大红袍 四川的二金条 河南的新一代 三种辣椒混合而成 这三种辣椒引起产地特性的不同 在油辣子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大红袍 胶质光亮 饱满圆润 香味比辣味更有魅力 二金条 辣味唇香绵长 颜色红润 在油辣子中负责颜色的调配 而新一代辣椒 是三种辣椒中辣味最劲爆的一款 将三种辣椒用热油 煸炒至焦糊状 油激发着辣椒的潜能 三种辣椒附和的味道 并完成了第一次会试 紧接着 将煸炒至酥脆的混合辣椒 用冲钢倒碎 物理作用 致使辣椒的形态和分子 都发生着转变 接下来 随着一声风吹声过后 高油温的菜籽油 与辣椒碎相遇的一刻 辣椒最大限度地贡献出 自己的味道 香气扑鼻 辣味十足的油辣子 就此诞生 也构建成了 眼前这番弯杂面的灵魂修养 这种锅子做什么用的 小时候我们有时候 父母下面啊 干嘛的 有时候来不及 有时候或者碗不够的时候 那直接就用锅就成了 直接就在锅里 就打作料就吃了 其实用锅吃特别有味道 对 所以当时我们 我想的时候 我真的是想把 我小时候 我印象里 我妈妈给我下面的时候 这种场景 这种感觉 我想带给大家去分享 所以我就把这个锅 给保留下 正好妈妈的味道 家乡的味道 这也是咱们今天的主题 我觉得咱们这个面是赢定了 重新小面 除了正常 比如说牛肉面 肥肠面 或者杂浆面 除了这些主要的原料之外 每一碗重新小面 它的底料 都是用手工打出来的 手工打出来的 而且做料相对要复杂很多 很全会 一碗地道的弯杂面 全凭调料体味 打料便是弯杂面 必备的工序 小小一碗面 足料多达到十几种 一口小锅 依次加入鸡精 味精 酱油 花椒面 蒜水 芝麻酱 芽菜等做料 最后再加入 精心制作的油辣子 独有的重庆味道 就这样流淌在纯世间 麻辣鲜香 占尽风头 这便是每个重庆人 最割舍不掉的 家乡味道 咱们这个面有什么讲究吗 生一点 硬一点点 这样的我觉得 更口感 这个更脆一些 这个四川的面 也是要白心的 也是不能完全熟的 中间有白心 要针尖大小一根白心 不能收透 我特意给大家准备了 我的一份诚意推荐 哎呦 您说什么 豆花 比豆腐脑要筋道一些 比豆腐要嫩一些 刚好介于两者中间 这个豆花怎么吃呢 也是配着咱们这个小面 有很多种吃法 我们在吃面的时候呢 可以吃豆花 同时呢 也可以把豆花 倒在面里头 可以和面和到一起 也有豆子的清香 哎呀 说得我都流口水了 对 吃完豆花之后 最重要的是 这个豆花里头的这个汤 还能喝 还能喝 哇 对 现在我们山野的豌豆杂酱面 制作完成 美味的面食 已经端到了各位评委的面前 来 跟各位评委自己拉拉票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桌上的 从面条 到我们的配菜 配料 它乘坐的器皿 我希望把每一个 带有我家乡特色的面 都原封不动地 端到这个食客们的面前 我们的肉末和豌豆的搭配 就像我们重庆 重庆是一个半岛 一个长江 一个嘉陵江 像两江水一样 把面包裹起来 这个是我们作为 每一个重庆人民 对这碗面的热爱 希望每一位评委老师 都能够尝到心里 然后好吃在口里 如果大家吃得差不多了的话呢 现在咱可以开始点评了 这是我这几年来吃过 可圈可点的弯杂面 谢谢哥老师 谢谢哥老师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单品 只要说出它的名字 我的脑海当中就浮现出了 漫山遍野 白色的花海 浪漫的名字 美味的享受 以面食的名义 让我们看一看 这道面食单品背后 蕴藏的故事 和它的意义吧 烧梅 又名烧麦 一种以白面为皮 内香肉馅 形如银瓶 口似梅花的面食小吃 而这烧梅的由来 却是极为偶然 相传 秦康熙年间 规划成的包子铺 生意火爆 于是掌柜 就让小舅子刘三 来帮忙 蒸包子的空档 刘三就创制的一种 纸笼口不捏褶子的包子卖 自己赚点零钱 没想到 这种包子却一鸣惊人 尝新的食客 络绎不绝 刘三觉得 是在姐夫铺子 捎带着卖的食品 随口起名叫烧麦 又引起 新装像起了店门口 树梢的梅花 传来传去 便有了烧梅的美名 蒸好的百花烧梅 心如石榴 顶端蓬松树者 层次分明 犹如一朵雪梅书般 盛开绽放 如此精细的做工 才是这道 百花烧梅 名副其实 深得其 让我们有请 百花烧梅 刘当成先生 老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老先生 一看都是在我们这个 面食战场上 奋斗了一生的人 今天您是 我的压轴的王牌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是来自 山西天生海外海集团 老太阳品牌的 灭碟业发主任 我叫刘当成 从事灭碟制作工作 已经40年时间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品种呢 是百花烧梅 好 百花烧梅 我们的大师级的 给我们带来这个 百花烧梅 走 我们来到料理区 好 我们已经来到了料理区 看见我们已经准备就去了 咱们就开始咱们的工序吧 头一道是什么 我们第一道 手续的就是要和面 和面呢 我们要加盐 用凉水 一定得是凉水 一定是凉水 使它增加精度 对 加这个盐也是为了 让它筋到 再增加精度 和面呢 我们要 我们这个要 行面 行面 行面这个过程呢 是半小时 对 半小时呢 要封三次 三行三揉 三行三揉 这个南北方的烧卖 有什么区别吗 那比较多 比如像咱们今天这个 就是死面 转到北京了 就得是烫面 到了广东了 淡面 什么 那么到了咱们的 在这个浙江一带的时候 这个里边除了淡面 还要有碱 为什么 因为它要兜住汤 所以叫养汤烧卖 这个就是开始搓条 那么搓条 就是为夏季做准备 只有粗细 浇荣了以后呢 才能干什么呢 夏的机子大笑一字了 您看 您看 揪的 只差零点零零一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真功夫 每天这样揪 每天这样揪 真的就是熟能生巧 这个就像董老师所说的 这是我们做面点的基本功 基本功 等会儿 苗佛 我对着一句 等会儿 苗佛 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评委啊 说了 说了一些什么不该说的话 说呀 这是做面食的基本功 没有什么可炫耀的 我们没有炫耀 我们只说把这个传统 完完整整地继承了下来 更重要的是什么 他虽然说揪得准 但是手法并不 并不好 等会儿 有另外一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评委 又说什么不该说的话 手法上 没有继承传统的精髓 所以要继承与发展嘛 这个它第一边是 干那个叫合眼边 哦 先擀成圆的 对 然后再这样 对 东这个花边 它这个一个就是东下 咱这就是这样 这个速度会比较快 对 从这侧边看 就像有时候咱们做那个 那绢花那边 对 百花烧莓的花瓣 好看与否 全在打花过程 打花要用特质的杆杖 山西人称之为木枣锤 刚好的面片 十二张若维一达 先在圆皮对称的四个角 用轴锤各倒一下 用以固定 再沿着整落面片的边缘 开始一锤接一锤地向前蹲置 东这么一周 大概是120锤 我们这个折子 与折子之间的距离 大概是0.5厘米 制作好的面片 薄的能透出光亮 一层一层如圆盘扣在一起 花边越多 烧莓做出来就越美 放在笼里 犹如朵朵雪莓盛开 名副其事 我们用的是什么馅呢 对 我们用的是猪肉馅 猪肉馅 猪肉我们选用的是 40%的肥肉 60%的红肉 我们这个花椒水 这个不仅仅是花椒 我们这里头还有 你比如桂皮 你比如茴香等等 这种调料夹进去 把它熬成水晾凉 拌好了 我们这个就是最后一个 就是最后一道馅 叫呛油 这个是倒着拿着包 你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最主要就是 把这个烧莓 让它这个馅子挤得均匀了 放下多一个馅 对 把馅挤得均匀 对 最后的枪下的笼一下 使它成为这个什么的呢 成为这个石榴嘴 石榴嘴 对 石榴嘴 包制烧莓时 需单手拖住面皮 用馅尺挑一点肉馅 放进面皮中间 拖面皮的手 以馅尺为中心 缓缓拢住 再慢慢转动 让花边在手里 圆圆满满围裹起来 露出点点馅心 动作需娴熟迅速 一气呵成 拔出馅尺 一朵形似梅花的烧莓 便完全呈现出来了 一大醋花朵 雪白的绽放 颇为精巧 好了 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百花烧莓 就要出锅了 好 在我们刘大师的精心制作 和他的徒弟们的精心配合之下 我们这道充满着浪漫意境的 百花烧莓就制作 完成了 当工业流水线 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仓促而机械化的时候 传统手艺 是留在我们心中的那份坚守和美好 这样每一个烧莓 背后都有一个烧莓的故事 以面食的名义 让我们用心去品尝 这美味的百花烧莓 各位老师点评吧 这个我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 我觉得很干 因为我吃的是它的头 就是它这个边边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第二口咬下去的时候 咬的是它的馅 我就觉得很丝滑 这个汁调得非常的好吃 它既有一点点蒜香味 但又不是特别浓 不会说让我们吃完大蒜之后 都不敢和何老师说话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色香味绝对俱全 就是上面感觉有点干 是不是我的吃法不对 下次换个方法 可能倒着吃就会不一样了 不是 您得像我那么吃 从侧面咬 你那是男人的错误的吃法 女人从侧面咬多难看 要这样 这样咬才对 我为什么拿筷子扒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要一封口 就不对了 烧麦嘛是吧 口是绝对不能封盐的 对 所以说轻轻一掰就开了 虽然说有一点干 但是它比我们很多 在外面吃的其他的烧麦 这个润度还要好得多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能观看 山西卫视首当面食文化类节目 世界面食大会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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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